中文童话 百万富翁模特 从前有个男人名叫修吉厄斯金 他英俊迷人 不论在男人还是女人眼中 他都非常受欢迎 多么伟大的人啊 他十分善良和谦虚 真是一个有魅力的人 他的口才真棒 修吉是一个很完美的人 但在钱财的问题上 修吉非常的不走运 修吉的父亲只给他留下了 他的马刀和十五卷半岛战争史书 这对他没有任何的金钱价值 修吉没有工作 文医的收入是每年二百英镑 那是他的姑妈给他的零用钱 他已经尽了旋利 他在证券交易所待了六个多月 但与那里的环境格格不入 毕竟在股票交易所这样的地方 一个优雅的人能做什么呢 后来在很诚意的时间里 他成为了一名茶商 但很快就厌倦了他所买卖的各种茶叶 然后他开始从事糕点行业 他试过烤馅饼和蛋糕 但要么太甜 要么太硬 要么就是考得不熟 现在他只是一个迷人的知识分子 有着充满魅力的人格 充满雄辩的才能和沉着的气质 但没有自己的职业 更大的问题是修集恋爱了 一位名叫劳拉木顿的美丽女子 是她神魂颠倒 她是一位退役上校的女儿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亲爱的 我一直在尽我所能寻找一份职业 而我能做的只是说话 别太担心亲爱的 你一定要坚强 你要等待合适的机会出现 你不应该放弃 是的 我知道 你太棒了 你知道吗 你一直在不断激励我 这两个人彼此深爱着对方 是一对非常般配的情侣 但他们两个人连一分钱都没有 一天修集续倩摩顿上校 跟他谈娶他女儿的事 莫顿上校很喜欢修集 很希望他的生活能够有所好转 每次修集提起订婚的话题 上校就会说 亲爱的修集 等你找到一份可以养活自己的职业时 再来找我 每当上校跟他说这些事 修集总是很伤心 而老拉子会在那里安慰他 一天修集要去洛克莫尔公园 莫顿一家就住在那里 他顺道拜访了他的朋友 艾伦沃克的艺术工作室 沃克是个画家 而且画得相当不错 他看上去粗犷而衣身蓝绿 留着红胡子 皮肤上有雀斑 但说到他的艺术 他却是个手握画笔的大师 你好老朋友 修集我的朋友 见到你真高兴 这看起来真壮观 谢谢你 我只是在做最后的润色 艾伦沃克正在画一幅 美丽的真人大小的乞丐画像 而乞丐本人 站在画室角落里的 一个抬高的平台上 脸上是可怜的表情 他一只手靠在一根粗棍上 而另一只手 拿着他那顶破帽子 祈求施舍 真是个好模特啊 一个好模特 我想是的 你在任何地方都不会遇到这样的乞丐 真凄惨 但对你们画家来说 他的脸绝对是一笔财富 当然 你不想让一个乞丐现在看起来很快乐是吗 这样一个模特的工作能赚多少钱 一小时已闲令 这幅画你卖多少钱 哦 这个嘛 我卖两千英镑 嗯 我认为模特应该得到其中一部分的收入 他们和你一样努力工作 你不觉得这样才公平吗 过了一会儿 艾伦沃克站起来 准备去找制作画框的人 修姬你先别走 我一会儿就回来 老人趁沃克不在房间时 在他身后的一把木椅上坐了下来 他满脸皱纹 阴身蓝绿 看上去既伤心又绝望 修姬不经怜悯他 从口袋里掏出钱来 他所能找到的只有一英镑 可怜的老人 他比我更需要他 但这意味着我两周内不能喝茶 他穿过房间 他穿过房间把钱塞到乞丐的手里 乞丐看了看修姬高兴地笑了 谢谢你先生 谢谢你 沃克来了 修姬脸上带着微笑 向他告辞 去见劳拉 那晚 修姬经过斯坦里咖啡馆 看见沃克坐在那里 你好朋友 你的画完成了吗 已经完成并装标起来了 我的朋友 哦对了 你的魅力又征服了别人 真的吗 怎么回事 你走后 我画的那个乞丐老人 对你很感兴趣 他问了很多问题 我不得不告诉他关于你的一切 你是谁 你住在哪里 你的冤枉是什么 你的收入是多少 哦 艾伦沃克 我回家的时候可能会发现 他就在门外等着 但你在开玩笑对吗 我真希望我能做点什么 来帮助这个可怜的人 我应该有一些旧衣服他可以穿 而不是穿那些破布 没有人应该活得如此悲惨 你觉得是破布 而我称之为艺术 不管怎样 告诉我劳拉怎么样了 老人对他很感兴趣 什么 你不会是已经跟他说了劳拉的事吧 哦 我当然说了 他知道关于所有上校和劳拉的事 也知道关于工作的约定 艾伦沃克 你把我的词事都告诉那个乞丐了 你怎么可以这样呢 我的孩子 你说的老乞丐实际上是整个欧州最富有的人之一 他明天就可以买下整个城市 而不用担心钱不够用 你什么意思 你今天看到的这位老人其实是豪斯伯格男爵 他是我的好朋友 他埋下了我所有的画并给了我一大笔佣金 让我把他画成一个乞丐 我必须得说他穿着那身破烂衣衫看上去很棒 豪斯伯格男爵 哦 我的天 我甚至给了他一英镑 你给了他一英镑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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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朋友 你再也捡不到那一块钱了 他的生意就是别人的钱 你真应该告诉我还轮往客 我就不会让自己出阳县了 我从来没有想过你会如此不顾后果的四处送钱给别人 那时我也不知道男爵是否愿意我向你透露他的身份 修奇对所发生的事感到羞愧 他一定认为我是个傻瓜 哦 恰恰相反 你走后他兴致很高 我不知道他为什么对你这么感兴趣 但现在我知道了 他会为你的善举而投资你的 哦 我真倒霉 我要回家去睡觉了 你千万不要对任何人提起这件事 那会很尴尬的 才不是呢 这说明了你的不爱和一颗善良的心 和我一起喝杯茶吧 你可以跟我说说有关劳拉的事情 然而修奇对目前的情况很不满意 就走回家去了 第二天早上 修奇打开门去拿晨报时 他发现一个衣冠楚楚的男人朝他的门口走来 我可以和鄂斯基先生谈谈吗 是的 先生 我代表豪斯伯格男爵来到这里 男爵 哦 先生 我希望你能向男爵表示我最诚挚的歉意 男爵 委托我把这封信交给你 哦 谢谢你 修奇接过信封 走了进去 信封上写着 一个老乞丐送给修奇厄斯金的结婚礼物 里面是一封信 是有关修奇的工作邀请 亲爱的修奇厄斯金 我的朋友艾伦沃克对你评价很高 他告诉我你有多么聪明和慷慨 在你目前的生活情况下 仍然把最后一银棒给了一个乞丐 以改善他的生活 这是一个高尚的人的行为 至于你和劳篮末顿的关系 我想给你一份工作来报答你的好意 一份像你这样有魅力的人会很喜欢的工作 祝你未来好运 你真诚的豪斯伯格男爵 修奇欣喜若狂 他无法控制自己的快乐 高兴地跳了起来 于是他和劳拉莫顿结婚了 上校对修奇得到的工作感到自豪 艾伦沃克是他婚礼上的伴郎 豪斯伯格男爵在婚礼上的演讲 让所有的人都笑了起来 这对夫妇脸上洋溢着幸福 毕竟善良的心和慷慨的行为 永远都会得到回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